上帘 封城不管饭 解封不管药 制度优势 下帘 先两个亲自 再两手一摊 收放自如 横批 人定胜天 错 要拉清单 啊 快人快语 天下事 京腔京韵 老北京 各位新老茶友 各位观众听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 欢乐醒脑的 品大碗茶 听大实话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各位亲 您在圣诞节之后来到的 是海外独尖对口时政向上频道 热茶一杯 喜相逢 天下茶友 一家亲 新茶友请您麻铃按下订阅小铃铛 跟哥俩欢乐走一程 慧眼看世界 圣诞一过 就到新年了 年终碎尾 首先要感谢全球茶友一年来的关注和支持 那是必须的 多亏茶友支持 才走到今儿 后台工作人员告诉你们俩 应该感谢一下茶友们热情的捐助 这些茶友分别是昆陈 王真 黄查理 还有Ruce璋 顾鸿和AA等 12月20日之前 这6位茶友每个人捐助茶馆100美金 还有一些茶友捐助的有50美金 10美金 以及小额的捐助 后台没来得及一一列举 这几天可能也有 总而言之 哥俩跟这儿表示忠心的感谢 非常感谢 跟大家也说一下 对我们哥俩来说 到了年终碎尾 这也是一个获得帮助的机会 咱都不是外人 就实话实说了 美国茶友知道 美国社会有个传统 一到年终非盈利机构 慈善机构 就到了获得支持的时候 有这个文化 对 传统的美国社会 年终是一个家庭约定俗成捐助和给予的时候 没错 这是美国小政府大社会传统特色决定的 没错 大家知道 美国有大量的公益事业 几乎完全靠民间的捐款来维持运转 民间的 包括教会 各种非盈利的机构 还有公共电台 电视台 2020年 美国人一共捐款了多少钱 您猜不着 4700亿美金 80%是个人捐款 确实 有点不可思议 我听说 在美国一个四口之家 2020年那个平均捐款多少 2800美元 是加拿大家庭的两倍 欧洲人的七倍 所以很多人说 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民 所以这也是美国公益事业发达的一个原因 当然了 今天的美国政府不再是小政府 但是大众支持公益事业 这点没变 没错 公益事业 包括咱们这个饱受黄标困扰的自媒体频道 从2016年到现在 经过多上轮黄标了 六年多过去了 哥俩从每周一集音频节目 变成每周四五档的视频节目 还有一到两期的会员节目 成了全身心投入的出镜自媒体人 这六年过去 确实不一 收获很多 压力也越来越大 世界变了 中共更加残忍狡猾了 华人观众的口味和水准也越来越高 制作节目需要付出人力 物力 财力 随时都在考验着我们哥俩往下如何坚持 没错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最起码李政这正说红楼 却无法确保按时制作完成 这集就晚点 顾不起全职人员需要找人 有时候是跨时区的合作 跨地区的 当然了 我们会尽自己最大努力 但是这种时候也特别期待有热心的茶友 可以在年终碎尾 做公益考量的时候给我们一份支持 那就太感谢了 别的做不到 我们能保证什么呢 您这捐助 我们不乱花一分钱 一定注入节目里 让哥俩和您一起 唤醒更多的华人同胞 给这个世界带来希望 没错 题目下方文字介绍 还有制作人员里边都有捐款的链接 您点开以后可以看到数额方法 捐款帮助这个频道 无论多少 都是您为传递真相做的一份贡献 对了 另外捐助给非盈利组织 您的捐款可以得到免税 没错 另外还给您提一下 如果您的公司有这个donation match 千万请您考虑一下咱那茶馆 用您公司的福利 给我们双倍的支持 一比一的 先行致谢 除了捐款 订阅年度会员 也是对哥俩很好的帮助 普通年费之外 我们还有一款特别会员 每个月188美元的超级赞助人会员 叫超级赞助人 超级赞助人除了能看到会员节目 您可以拥有我们的私人email地址 每个季度可以跟您沟通 倾听您的意见和建议 这算不上什么物质回报 但是哥俩会力所能及为您创造机会 参与节目传播的真相 没错 行了 再次感谢茶友们一年多来的支持 非常期待感受到更多茶友的一臂之力 为华人世界希望和未来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好嘞 茶坊一挂 段子先行 开板 省断他 话说 圣诞节已然过去 可平安夜圣诞夜 却着时被大陆同胞给过拧巴了 逮着什么 拧什么 等玩人的盛天 玩到平安夜去了 来自福州省立医院急救部的前线报道 平安夜 爆仓夜 抢救室医生护士一个接一个倒下 没氧气 没心电 淡尽粮绝 心跳骤停的没床位 直接放地上按压 门外120还在源源不断的往里推 按压器械动刺大刺的声音 一次次敲在心上 福建一尊的地盘 看来是分找下大旗这份红利了 再看上海 平安夜前一天 华山医院23号现场报道 华山倒下了 接下来会有更多医院关门 医院关门 看通知 爱他所有人 各位 由于目前疫情严重 医生护士感染超过80% 医院已经无法正常工作 除急诊外 所有工作都停了 原定最近一周入院的 都一次往后推一周 巴拉巴拉 特此通知 急诊外诊 彻底歇业 关门大吉 再看广州 老妈就是老奶奶 老妈的遗体一天一夜还在家里停放着 全广州各殡仪馆都爆满 老爷还在试一急诊室的椅子上 已经呆了一天一夜 还没床位住院呢 广州凭什么遭这份杨罪呀 实在是太无语了听着 笛是广州人广为流传那段话 记住 广州市决战前被打断双腿 被强行按趴下 我们当然不服 您瞅瞅 广州医疗机构气得都想回去动态清零了继续 不是想动态清零 人生气的放开是以扫堂腿给扫的 明白这意思 推特大号李老师发帖 现实就这样 一边开演唱会 另一边医院殡仪馆全部瘫痪 所谓人间就是天堂与地狱的交集 等会儿 有开演唱会的现在 有啊 也是广州 啊 网友蔡军军从广州发来现场报道 广州今年圣诞节分为杀疯了 中庭演唱会 层层跑马廊上 站满了围观的市民 不是一般热闹 呜 冰火两重天 齐火 怨不得网友都说 上海外滩万头传动 看来都是真的 几家欢乐 几家愁合 不光外滩 很多上海大型商超 圣诞气氛 虽不及往年 也算很热闹 您说热闹 哪儿也没毛腊肉的老家热闹 啊 是什么情况 湖南韶山不是有一毛腊肉的雕像纪念广场吗 就是26号那天 上万的粉红民众 不顾疫情传染 全冲进磕头去了 说着要祈福 顾一拜亲自指挥害死八千万中国人的毛磨头 管这叫祈福 作呀这是 彻底都分立了 一边败鬼 娱乐至死 一边真死了 没出事放 没地火化 人定胜天就是这么个圣法 挡门心说话 胜败先撂一边 得先找地方把那些尸体掐树椅盖上 我冤 开始掩盖犯罪证据了 北京网友发来现场报道 现在 北京各大医院太平间 全部放满尸体还不算 已经把玉泉营一个冷冻肉库也放满了 共计1.5万具尸体 很多尸体都在冷库外堆起来了 已经发烧的北京市委书记在现场调研时候 失声痛哭 说不能让尸体在外边这么放着 必须找更多冷库存起来 您说说 一万五千具尸体外边还堆着一堆 所以 瞬间把北京市委书记引力 党性下断片 人性突然爆棚 急哭了 吓哭了 愁哭了 能不愁吗 必须的 腹部级党官 死了都没地火化 家属说 某腹部 养了以后在家去世的 中科院老干部局 给八宝山殡仪馆打电话 没人接 不得已 家属自个掏钱找关系 送到八宝山冷库 七天之后才能火化 家属说 这事不发生在我们家里 我都不信 网友还自我检查呢 告诉说 都说饭开以后会有报复性消费 没想到是殡仪馆报复性消费 挫火 想按时烧都得3万多块 这两天 刷这推特 全国各地 全都是殡仪馆 传出这些视频 全是当年武汉当年那种可怕的场景 比如北京 重庆 长春 江苏 广州 还有福建 河南 湖南 还有天津等等 行了 这样吧 这些让人不适 但是中国人应该看到的画面 我们还是放在干净世界的完整画面版里去 大家去那看 咱们同胞正在悄无声息 连个数字都不算的被抹去曾经的存在 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和冒犯 视频画面公诸于众 是对这些生命曾经存在的见证和敬畏 也算是送他们最后一场 看这视频里边的家属和工作人员们 简直都有点麻木了 满眼都是过去的亡人 肯定对生命对人生有了另一种感悟 北京市委书记尹立看到15000具尸体塞门冷裤 那种感悟又不同了 他是要就真有人性在的话 一定会突然意识到 这个党犯罪了 自个也跟着犯罪了 其实信神的人都知道 人是神造的 共产党喊出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就是打人民 这回是把神造的人往死里边打 真把人命胜天的蛮劲 拿出来了 真正的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 乐是乐不起来了眼瞅吃不了又兜着走 所以党开始做两件事了 什么 一撒谎掩盖 二大开国门应洒尽洒 把全世界都拉下水 应洒尽洒 洒病毒啊 不好说的 病毒学家现在已经公开承认 什么 奥米克戎130多种变种亚分支 还有哆他 据说连武汉早期的毒株全冒出来了 完病毒复仇来了 白肺也呼呼往外冒 党这时候大开国门 能有什么好心眼啊 不外乎就是 都杨了没有 杨了 一二三撒丫子 往外颠 撸起袖子加油 出境旅游去 国家卫健委震撼宣布 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第一财经惊呼 海外目的地搜索大涨了十倍 十 我屏住呼吸吧 26号 国家卫健委发布 以类仪管总体方案 取消阳性人员隔离措施 取消密接 取消高低风险区 不再对入境人员简易管控 有序恢复中国人出境旅游 您说说 傻子都能看明白 奥米克戎清醒感冒的时候严密封锁 锁不出户 奥米克戎跟Data武汉病毒毒出全出来了 狂烧人的时候 放开出入境 您说这几个意思 不知道 那美国公共青不肯不肯布林肯 你不说什么严重关注北京疫情吗 崴脚部战狼小赵也叫布林肯 让不肯不肯布林肯哪梁过哪带着去 我们疫情管控是优秀作业的标准答案 美国才死很多人 事实证明 中国 疫情防控 是科学 正确 有效的 美国自己国内 问题成堆 对新冠疫情 采取躺平政策 美国 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 和死亡病例 是世界 双料冠军 美方 没有资格 指责中国 疫情 防控成效 真够无语的 有人啊 批了李江举白纸 喊 快逃 也不知道是中国人快润还是外国人快逃 反正啊 英跑进跑这另一下海外华人全紧张了 了解中共蔫坏呀 都担心二次全球大爆发 太吓人了 行了 这儿咱先按下甭表了 说说党怎么撒的这个谎 撒谎 证据太多了 网友罗尼发帖 前几天去世的院士们还发个复告 后边院士们不一定有这待遇了 不发了 昨儿中国工程院院刊官微一天发了五份复告 今天全删了 得院士们人排队被清零 这复告也排队被清零 谁说过这动态清零动摇了 我看更彻底了 真够挫祸 大纪元记者根据大陆媒体 还有科研单位之前发的复告统计了一下 截止25号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有15名中共两院院士死亡了 15个院士 其实还多 我刚刚刷新维基百科 2020年12月逝世人物列表 又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官兆业去世 那不是16个了吗 对了 官兆业是我们 我建筑学的 建筑设计圈子里的大人物 之前天津大学资深院士 彭一刚 清华大学前建设学院院长李德祥 您说说吧 党到现在能不藏上椰子吗 各行各业各领域的大腕都成六了 网友影天长叹 连院士都死得无声无息 何况草民糊 网友越来越看不懂这党了 问也不知道他们怕什么 连死人都藏着椰着 面对种种质疑 党知道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又干嘛 一咬牙 这样吧 卫健委关门歇业 发布数据 不玩了您的 不是卫健委不公布数据了 不公布 什么数字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呀 什么叫为什么呀 我们报给你们反贼看核定本凑材料吧 你说什么呢 这是 往这看 东莞市卫健委23号数据 东莞感染者正在以每天25到30万人的规模增长 再看 国家卫健委23号同一天的数据 12月23号 31个省市自治区新增病例的一共4103例 我没听 这同一天东莞一个地儿25万例 你刚才说全国加一块4000例 我听 错 4103例 错 我这东莞 东莞是不是独立了 所以不能报啊 一报境外失利就给你想歪咯瞎脸想 想歪 那是你们做的歪 坑死多少老年人了 你说说 连你们自己的老干部 你们都不放过 严重误判 不光老年人已经到青壮年干部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 齐活 看新京报 32岁青年教师王滕博士 感染新冠病毒独自隔离 不幸去世 无语了 我也看见一个 大陆自媒体见读这些事 26号就说 长沙有一个设计院的建筑师 刚毕业才2年 担心感染新冠 怕传染 分开房间隔离 之后被发现 默默的离世了 19号 演绎主权绿京剧《红色娘子军》的 新京剧创始人楚兰兰去世 39岁 楚兰兰这前两天咱们说过 楚兰兰去世前一星期 37岁前中超足球运动员王若吉 感染后12号去世 37还是足球运动员这么年轻 年轻的多了 给您念念 中国陶兴之研究会副会长 四川大学校友 笔名聂造之的聂胜哲发了一份复告 校友发了复告 对 复告 四川大学江苏校友会优秀校友王刚同志 因众所周知的重感冒 重感冒不敢叫新冠 于2022年12月21号 七时零七分去世 终年39岁 没到40也这么年轻 王刚校友生前拥护党热爱主义 坚持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 对对对对 都让四个自信给害了您说 勤勉谦卑事业出色热心助人 是一位庙堂和江湖上共同认可的好人 人缘是不错 王刚同志临终前还坚持发朋友圈呢 晒莲花轻温胶囊 他的事实是四川大学江苏校友会的重大损失 我们已经将王刚去世前 手里握着莲花轻温胶囊的图片 发给了钟南山院士和吴仪领院士 感谢他们为川大校友的健康 做出的卓越贡献 这还贡献呢 遵照王刚校友的遗嘱 丧事从简 不搞追悼活动 王刚同志志仓委员会2020年12月22号 等会 这复告不要追责吧 人说了 这大金链的钟南山 你不是一天到晚说那什么莲花轻温能治新冠好使吗 来 给我们解释解释 这王刚天天的廉痴带推广 怎么人说没就没了 大金链子表示 那什么 天天帮我们推广人就不能没了 双花联口服业创始人还没了 人家说什么了 双花联口服业创始人没了 yes yes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原所长蒋华良 没了 完 差点被党宣传成新冠克星的双花联口服业研制者 说没就没 党人定胜天哪 帮着党跟老天爷打仗 那不得壮烈牺牲几个呀 不小了都57了 这57人还院士正年富力强出成果的时候 双花联吃的说着吃着就冷没了 反正风光过了 2020年1月中科院网站爆了 说呀 双花联口服业经过央视一宣传 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立马就脱销了 没手捞银子 这我还真是不知道他是可怜 还是可恨了 没辙 跟老天爷对抗 代价是免不了的 告诉您吧 今年推出COVID-19快速抗原检测盒 上市公司科华生物 怎么了 创始人唐伟国25号 也在上海染疫撒手人寰了 死 这世纪盒老板也没了 啊 科华生物官网发布告了 公司创始人 前董事长 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前副会长唐伟国同志 因感染新冠病毒并发基础病 于25号在上海死亡 中年66岁 真够快的 去年7月 试剂盒入围出口牌名单 今年4月份试剂盒获批上的试 后边更快 今年12月 科华生物核酸试剂企业毛利 堪比茅台的话题 登上百度热搜榜 也是在今年12月 试剂盒老板没了 太可怕了 我怎么觉得你党这人定胜天 眼瞅着就要进入多米诺骨牌模式 您以为呢 跟您讲 中央都开会了 一尊表示 实在不行 老的丑的可以先走 所以底下人都议论纷纷 是不是房间疯传那朱镕基 朱老爷子 在301排着队真走了呀 我告诉你 房间还传 三朝帝师王沪宁进SAO了呢 进了 估计中南海党的老中青干部都蒙圈了 互相问 党人的胜天 到底咱们生活一回没有啊 一尊的小丝都服了 翻墙看网友李庆帖子 偷偷给存起来了 怎么说 一家台湾人 每逢重阳节都特郑重了 专门休假 准备祭祖的事宜 儿子不以为然 当爹的看着祖先牌就说 如果不是他们当年毅然决然 跨过海峡来到台湾 你现在就是大陆人了 祖先为伍 逃离中共魔爪 后代儿孙 至少免刀各种什么随机丢器官 染病毒 封控死 放开死 说了半天 党逆天的罪行 没逃离大陆的中国人 您也别太悲观了 怎么办 现在只有一条路了 退出中共组织 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全退 老天要灭中共 退党才能报平安 毕竟加入时都举着拳头举手 发过毒誓 把命要献给他 上天要是真照单全收的话 您得把这名抹下去先 对了 再次重温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2020年3月19号发表的文章《理性》中的开示 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目前中共病毒 括号武汉肺炎 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 表面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它了 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不信就拭目以待 其实我们都知道 有人脑子里边有很多被共产党灌输的 对法轮功的仇恨因素 不爱听这些话 可是您想过没有 就是因为您不爱听才得说给您听 因为您的生命真的在危险中 有时候就想 听到劝善之言 有的人有点不耐烦 可您也得想一件事 万一有一天 神要是不耐烦了呢 看看眼下党那些走卒 那些得力的助手们 他们的下场 您还不值得深思呢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余香 别忘了到干净世界 看完整画面版 置顶留言里边有链接 别忘了年终碎尾 有条件的捐助我们哥俩 咱们一起开启没有共产党的新时代 一起加油 再见 再见